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晚抽一下 大家向我好 好 好不好 好 我前幾天我才知道今天是中秋節 你们知道吗 知道 所以没有想到还是有这么多人 前几天我知道的时候也没有很过分 有一个更过分的 有一个人他今天才知道今天是中秋节 他就是打斗 所以中秋节想到中秋节 老实说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过中秋节了 一来 一来我不喜欢吃热饼 很甜 二来我觉得 我应该每天把它 过好 我们应该每天都成功 我们应该每天都跟家人过得好 而不是在某一些特别的节日而已 对不对呀 所以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想的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不管怎样 今天在那的每一位 所有的大领导 包括一些领导人 一些伙伴 那么 一起 没有过中秋节 来到这里 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出席 先给你们自己本身的表演 既然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既然在我们人生过程中 可能这个中秋节没有更加忍过 跟我过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 今天我们就要让它成为一个难得的一些 有可能 今天过了今天的这个 这个培训 有可能你的人生会改变 所以不管怎样 除了这个大门 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所以这一场的主题是 知生之道 或是这一场 是这一个巡回的主题 叫知生之道 放这个主题的人 他都总要很大 才敢放这样的主题 这个是 听起来好像感觉有点 搞熬的一个主题 知生之道 让你成功的 方法和道路 我设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在想 要不要这样放呢 这样放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搞熬的感觉 因为在座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我的长辈 甚至是我的前辈 经验比我丰富很多 不过我在想 这么多年来在微微 看到很多很多的领导人 我在想 有的人他应该可以更早的成功 有的人他应该可以更快速的成功 在更短的时间的成功 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做到 所以我着实又想 着实又想 好啦 就敢敢来一次 所以毕竟 种 不是两个种 我是两个种 不是一个种 我是两个种 应该比较大 没有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所以敢敢就放了这个 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整个巡回 至圣之道 你参加完这一场 你就必须要参加第二场 第三场 因为它是一套的 可能听了这个 当然今天所听到的肯定 对我们认识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 小弟我十年在 规媒体里面 做 直销的经验 都是自己人吗 今天 感觉好像不是这样 都是自己人吗 是 会谈到一些比较敏感 或者比较技巧的东西 可以吗 可以 等一下你不要 让顾客进来了 哦原来你们 这样就是这样做的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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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可以讲吗 可以讲 做生意 我们讲的是坦白和诚心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的确 我们要做一个生意 做的长久 就必须坦荡荡 坦白没有什么好骗的 所以 不管 不管怎样 今天就是要把所有 我懂的 把它总结下来 然后跟在座的里面分享 所以它是整一套的 那么今天小弟我的主题叫关卡 关卡你听到两个 这个关卡的名字 就像打游戏的关 你是要去挑战的 不是顺顺的 好像打游戏这样的关卡 如果太容易 不好玩 不好玩 所以通常要打游戏这样的关卡的时候 它通常都是比较困难 所以 这个主题叫关卡 其实就是 做直销的八个关卡 我们做这个生意 做这个行业 来来去去 老子说 它的问题都一样 来来去去 就是 就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把它归来的八个 老板曾经谈过 我听过他谈 不过他那时候是在一个 应该2016年 就是我加入第三年的时候 他在一场 培训会 不是培训会 一场领袖分享会里面打 那我当时我有录音 我就想说 我正好谈这个符记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听 听听听就听到 Andy的声音 对 对 所以我一直很明确 这个是当初 我们在配合这个过程中 所录下的 不那时候我听到 其实里面的 分享是很匆忙的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 想要把所有东西 表达出来 比较 比较没有办法 有全面性的表达 所以我想了很久 把它大概归纳在 等下的八个点 我们这个行业 都知道为什么 你在微微吗 各位 是不是都经过比较 可能你是上班的 肯定是打工的 可能是做生意的 肯定是经营过企业的 都比较过外面的行情 然后到最终做一个决定 加入到立位呢 是不是啊 我可以认为说 肯定有你们的理由加入 是不是啊 那么其实这样加入立位 不需要这么严格 要过什么关卡 其实 看你要的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这里混日子的话 那这八个关卡 随便过一个关 你就已经 已经成功了 因为成功 胜利 每个人的定义和标准都不一样了 看你要的是什么 不过如果你想要和上前排的领导人 这么一般成功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经过这八个关卡 所以做直销很单纯 很单纯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上来 这八个关卡 到最终最后你要得到真正的胜利 也就是说 有庞大的团队 有持续性的收入 那么有得到别人尊重 活得有价值有荣耀的话 这八个关卡必须要经过 那比方说这里我是一个新人 我从这个点 到那个点是一个飞马领队 那么一般上一个飞马领队 有可能他的飞马领队 有一千人的团队 有没有可能 一个飞马领队应该有没有一千人的团队 一千人的团队正常的运作 稳定的运作 预估来说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飞马领队 这个是一个过程 那么只要你想要有一千人的团队 有持续性的收入 有稳定的收入 并且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的话 这个过程 就是这八个关 你必须要想尽办法挑战这个关 有的可能 有的人直接挑战第三关 也有可能 有的人直接挑战第四关 有的人直接突然间到达 他们一个飞马领队 不过不管怎样 只要你想要有一千人的团队 你想要有持续性的收入 如果你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 你都必须要重新 从第一关走到第八关 没有办法忽略的 也没有办法走捷径的 所以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说 比较容易的道路 的确我们要走的是比较快的道路 的确我们想要节省我们的时间 我们都想要走快的道路 不过绝对不要走容易的道路 因为当你走容易的道路的话 你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这八个关 是我们 都必须要经过的关 所以小弟我是一开始就加入在公司 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 很多关我是没有办法过的 所以真正的高手其实就在这里 真正的高手这八个光的其实在这个地方 不过既然我想要在这个行业成功 我不想要在这个地方混日子 我就必须要想尽办法 去经过你们所经过的道路 所以虽然我不需要邀约任何的人 不过我尝试想尽办法去邀约 我有试过来 虽然我不需要销售产品 不过我有在我的亲戚朋友 我有销售过产品 虽然我不需要陌生开发认识人 不过我有想尽办法 去走过这样的道路 为什么?就是为了今天跟你们分享的 所以各位伙伴 从一开始加入立位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 只要老板或者是男部 或者甚至是大领导所谈的 某些内容 或者是某些 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些 条件 使我们短期里面成功 使我们能够成功的一些条件和方法 我就想尽办法去得到 所以相同的 各位伙伴看你要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销售员 OK的 没有人会阻止你 那么一直在销售 那么你就把你的销售技巧做好 不过如果你也想要 成就刚才我所讲的 比如说我只是举一个非马铃 做一个例子 一千人团队持续性的收入 有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 包括得到别人尊重的话 那么这个肯定 我相信能够帮助到你 所以准备好了吗 第一关 我相信很多领导人 一听到的话 鸡皮疙瘩 都不想 不想要 走过这个过程 不想要再回头走过这个过程 不过新人 你的确 就必须要走过这一关 第一关 好 来 摔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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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坦白一点 真的喜欢约人吗 如果你真的喜欢 你喜欢要约也喜欢你约人的话 给你们下一个掌声 我相信你短时间里面很近可以接受更加感受 好了 为什么约不到人 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 如果你要约你的爸爸妈妈 约得到吗 约得到吗 约得到 是不是啊 那如果你要约你的朋友 好朋友 20年brother的 约得到吗 有的人跟我讲约不到 那他就不是你的好朋友 只是只是一般的好朋友而已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人跟你的关系是好的话 跟你的交情是好的话 那么基本上 你不可能约不到 当然 心电所要跟你们分享的 他没有对错 他不是一个死的方法 你必须要很活用 他不是死的 我最怕就是说 跟你讲的 你就死板板这样跟 把它变成SOP 所以有很多人 用不同的方法去邀约 甚至有的人去给Flyers 派传单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不过 派传单可能给的Flyers 这个过程 他来了 他是怎样看你的 你是要找一个合作伙伴 还是你只是要成交一套 你是要找一个合作伙传 我帮忙 所以你看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你这个动作在走捷径 你想要做一点简单的东西 来一百人 做一点简单的东西来两百人 你什么都学不到 没有技巧 没有态度 没有交情 没有组织 所以这样的情况 不可以说他是错的 不过看你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成长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一关一关这样做 所以 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这个方法 而最重要的是 你看 不管做任何生意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清楚知道 交情 或者是叫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陈璐刚才我说的 那如果你真的去 对身边的人好 把你的身边的朋友 变成你更好的朋友 把身边的陌生人 变成你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圈子 所以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 邀约人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基础 早期的时候 如果早期的领导人还听 还有记得的话 他就有教我们 说什么 哎呀 不难的 你跟他做关系很容易的 那么你经过他的店 他的店没有办法离开的嘛 他的店永远都在哪里的 是不是 你经过他的店 打包罗麦给他 然后走 他拿着罗麦给 他在想你是谁啊 不要管他 你走 那么 下一次 下一次 你打奥叉叉包给他 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 现在有点赶时间 刚好进过 记得你在这边 然后你走 他们觉得这个小学同学 好像有点怪 一段时间后 至少他对你印象形象深刻 是不是 所以久而久之 跟他关系就不错了 你看 单单这个方法 听起来 可行的 不过用起来 每一个人用了 他就变成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当初很多人听到 不过实际上 把它用出来的 没有几个 你相信吗 有的人 已经把它 用到融入在血液里面了 融入 用到 深入骨髓里面了 用到非常的 每个时刻 无时无刻 他都在用 这里给你一个例子 Andy So 这个就是我讲的 其中一个例子 我到他就有讲 你到第一集就有大声的话 在那一集就有大声的话 在那一集就有大声 哈哈 那天我就问他 我说 你是平常讲的 要约人的 接不到人 很多人接不到人 他说 不会啊 不会啊 哪里可能接不到人 我说 你怎样给人 过两招来 他讲 我啊 哦 他就笑着跟我讲啊 这样就爽了吧 在搞破会议 就在 你在那里搞破会议 在新加坡 搞破会议 他讲 哦 我有一个下线哦 他卖猪肉的哦 我每次去跟他卖猪肉 就给他多一点钱哦 卖猪肉给他多一点钱哦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讲 卖猪肉 我今天很忙 你可以送去我的家吗 还有那个猪肉婆 我不懂 那个人有没有在这里 哈哈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Andy这样跟我讲的 他讲的是猪肉婆 不是我讲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猪肉婆跟我说 呃 Country High Country High 是一个好的地方来说 哇 那么去到 去到的时候 看到Andy的家 乐 别墅 有游泳池 一家的乐融融 你觉得 他会相信 乐融可以做吗 马上就相信 不单止相信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飞马领队了 是不是啊 还没有 这个也打飞马领队了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不如我这样讲出来 哦 Andy原来也是这样来骗我的 不是骗不是骗 因为我们带给别人成功 是不是啊 你看就这样容易吗 对人好 对人好 见到人 陌生人 第一 不要有一个企图 有企图也要藏在里面 好像Andy这样藏在里面 不过 他的用心 是不是想要让他成功 肯定想要让他成功 是不是啊 你看他在台湾 去脚里按摩 这边是有去过脚里按摩的 你都看一下 好 听巴说放下 脚里按摩 我也喜欢脚里按摩 人家要一千 他给钱 人家要 叫你按摩收费 我给一千 一千台币啊 他们给钱 人家对他印象好不好 好 那么一次两次 又厉害聊天 Andy见到人就笑了吗 你不要每次见到人 是要跟你讲话 是不是啊 你每次见到他 你看笑融融 happy happy 开开心心 一次两次以后就聊天 开始目的就要展现出来了 你这样给别人会不会好奇 他会好奇的 你做什么的 就讲到开始 讲这几本事的东西 他的过程我懂的 一定是递要自己的顺便 一定要的嘛 对不对啊 你成功 你一定要成功 那别人就想要跟你配合 想要跟你合作 好 那么一段时间过后 一段时间过后 那么他把他的孩子介绍出来 他是在台湾的一个飞马 人家一个交你按摩 买猪肉都能够有两个飞马 各位 是不是 就从这个方法中来 交情对别人好 我前阵子跟很多伙伴 你看我也是这样的 他跟公立 他去哪里啊 我想去找一个翻译的 去那里 泰国 去泰国 人生都不 地不熟 语言不通 找一个翻译 就用很多技巧 刚好他那天肯定是一个奖师 他是一个奖师 比如说那是两万人的一个场地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奖师的话 找翻译 给他一点钱 比行情高一点点的 那么叫他在那边进来 顺便听 一听 就变成自己人了嘛 是不是啊 你看要越多容易 所以重点是你愿不愿意 有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你看 很多人知道有听过的 我当初一天讲叉烧包 罗鸣鸡 买盖碗碳米的这个故事 我们也是听啊 我听进去也可以的 那么为了想要你影响领导人这样去做 我虽然不需要邀约的人 不过在台湾 在任何地方 我一上车 我一定跟着加Dexi这条件的 不过 没有Nandy这么厉害 他心机比较厉害 心机 不过好不好 你看那个结果出来就是很好 所以我在我自己本身住的地方 这个管理员每天请他和他 每天 可能一天花也是一百块 每天请 你请个三五次过后 他印象对你就很深刻了 是不是 那么一段时间约他出去吃饭聊天 慢慢他就变成朋友了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这样的故事 这样一个想法 到处都与人为善 你剪头发 剪一百你可以给他百五块的 ok的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去剪一次 那么一段时间他又是你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身边很多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来 所以你约不到人 是你有没有建立更多的朋友的关系 你看很多人他没有去坚持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方法你懂 别人用的和你用的完全不一样 这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去坚持 你看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个卖保险的 我就很喜欢去等人家来约我 我这么多年十年我都放很明显的暗示 不管我遇到做保险的还是做指销的 我就很明显给他知道我是有能力的 有实力的 有财力的 就等他来约 奇怪就是没有人约的我 是我他有8期还是3期 你看市场上很多都是做很成功的 做指销很成功的 那我就等他开口 他就是没有 有时候约了出来了 很少人约 有一个是后一带来的卖保险的一个女生 他没坐下来 我就等他讲话 看着他 他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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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然后我拒绝他过后 第一次拒绝而已 他就放弃了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遇到的卖保险的 卖汽车的卖房子的做指销的 基本上想要约路的 都没有超过两次 这样的情况 明明看我很想要被约游 我是很想要被约出去去学习的 尤其早期我成为培训总监的时候 因为方法也不够嘛 我就很喜欢做卧底 这边不同的其他支撑公司 我头发没有输的时候 没有输 你跟我面对面你是不认得我的 真的真的 我说我放下来的时候 我坐卧底的时候 放董啊 我一下下楼放董 放董是台湾的一个飞马 飞马机 飞马52万 我们住他的车 他的担油没有地方放 就放在我的家的楼下 但是我去坐卧底的时候他下来 我就在那边听电话 看到他 我的眼睛就是这样了 他就直直这样弄我 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是挺适合做卧底的 去做什么 去偷学啦 去看别人怎么做 去看别人怎么弹 那我有去过 有听过很多 是我自投罗莽的这样去 自投罗莽 自投罗网的这样去到那个地方的 那么认识完之后 甚至在脸书我会去找 就是等他来约 就是没有人约 所以你是在市场上 想要被约 想要有机会的人 想要成功的人多不多 很多的 真的很多 有时候三言两语 你只要坚持个三次 四次五次 他就来了 就这样 所以把关系做好 那么想尽办法 当然你要 想尽办法 你要去成功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你要有一个改变 比如说我以前不成功 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那么也没有自态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至少要展现你的诚意 诚意 诚意 坚持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 三次 三次不行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尤其你成肯肯这样的情况去 通常很多长辈都会愿意给你机会 那么这个过程中 你就想尽办法 怎样谈得更好 怎样谈得更好 因为他 你必须要查研观测 你不可以把今天我讲的这一套 对十个人 都一样这样去用 因为十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有一个东西 有时间 有时间 应该有时间 我趁这个机会 最短的时间讲一下 他其实不在我的分享里面的 有一个东西叫 马斯洛人类寻求金字塔 有听过吗 有听过我就不赘述了 这个马斯洛人类寻求金字塔 你一定要很熟悉 你要了解到你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的个性 你要了解到 他的个性 你就要跟他讲什么话 你不要他是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 猪肉火了就别来用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跟他讲 你不可以跟他讲很多很成功的东西 我相信Mandy跟他讲 是可能讲猪肉啊 讲小鸡啊 讲贵啊 这东西 这样融入人家的生活才可以的 通常都是这样 那么慢慢有了共同的话题 你才能够容易的去跟他做朋友 那么更不要讲 把他邀约出来 所以邀约不到人 他其实是不成立啊 看你邀约是什么 你只需要鼓起你的勇气 那早期的时候 陌生开发我也试过 你走到大路边 你去叫他 你跟他讲话 跟他聊天 来到哪里 OK啦 坐飞机的时候 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打开你的口 一般上 坐飞机 通常我就会去问 比如说我去别的国家 你要认识更多的朋友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去别的国家 我就会请教那个国家有什么好玩的 请教那个国家有什么好吃的 一讲到如果 我肯定聊天过程中 我知道他是台湾人 比如说他是台湾人 我一定聊天台湾有什么好吃的 我一个马来西亚人 不懂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都熟到烂了 对不对 台湾人不熟到烂了 所以你看 他只要讲到他的国家 他就会滔滔不绝的跟你讲 只要是讲到他的区块 他就会滔滔不绝跟你讲 香港 印尼 看是你去哪个地方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我有很多空姐的朋友 朋友啦 朋友OK的 可以不可以跟空姐拿电话 我是讲做朋友而已 就算不是做朋友 没有问题我单身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嘴巴 打开我们的嘴巴 能感叹出第一步 那么给人家好影响 那么做 你看人不是想要跟好的人配合 人都想要跟一个 一个不错的人配合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不是叫你说虚假 当然不是叫你去虚假 你要去做 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你相信在飞机上 我只是帮那个安弟拿行李 你看到安弟都拿不上来 是不是很自然的就去帮 很自然的嘛 对不对 很自然的 你就帮他拿上去 一摊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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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了四个多小时 他要把你的介绍给我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对 当然没有 没有 没有自然是 我只是想要跟你说 我想要表达的是 不是 你不然这一个无意的动作 打开你的嘴巴 你就可以认识到很多人了 不要马上全脑子都想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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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卖你产品 人家看到你就怕 是不是啊 也不要说你谈得多 他拒绝你 你也 你不可以这样 是不是啊 他不要 无所谓 无所谓的 那么做个朋友也OK 可能一段时间后 三年四年后 到时他加入 还是成为你的伙伴 好 Jacky就是叫天我进来的 是不是 四年 所以要打开你的嘴巴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不存在约不到人 是不存在的 所以第一关 这事也是 对我来说 是没有难度的一关 只要你的脸皮够厚 我们脸皮厚 是要训练的 脸皮厚一点 不过有人 你应该讲 一要约他他就骂你 不可能的 好 所以 磨练好这一关 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这是我们 八大关里面的第一关 然后过了这一关 就轮到直销的第二关 是什么 我们来看 一看到这个主题 充满着痛苦的回忆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约了不来 讲到底约了不来 哈 OK 好了 约了不来 就是没有交情啊 当然不要讲人家真的有事情的 不要这样讲 不要讲这种特别的情况 大部分你想想一下 我们被邀约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为什么会不来 排除掉 刚才我讲 如果你交情报位的话 他肯定到 那么我也没有试过约了不来的情况 没有试过 因为 毕竟我不需要邀约 那么我约了百分之百他都会来 那么当然 听老板讲 他有他的方法 约了不来以前的他 那我听完老板的分享过后 我就去尝试一下 好 去尝试一下 作为一个顾客被邀约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去到去参加多些会议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 所以你要去预估去评估 你要约的顾客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们要通 通晓这个这方面的人性 所以作为一个顾客 比如说他邀请我去 一个领袖培训会 早上九点 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是不是早上九点 十一月他在泰国 领袖培训会早上九点 那么你想象一下 那时候他被邀约 他答应了你的邀约过后 九点要来到会场 那么他要几点几床 九点的一场会最少也要七点几床 那么在城市的人 或者是在现代人 七点几床的很少 这边有七点几床吗 来给他们一个掌声 七点起床 七点起床 想象一下起床七点的时候 天都还没亮 他又不认识立威 他又不认识你 当中想的时候 通常都是Snoose掉的 通常不是这样的吧 七点起床 可能昨天晚上还跟朋友去到 去消炎去喝酒什么的 我不知道 去到山井满眼 所以你想象你邀约的人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有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他早上七点我告诉你 他一定在睡觉 所以应该睡觉的情况 如果你真的是邀约 你要看这个情况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 真的没有顾客 不是好像不是 有顾客在里面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你一定要提醒他 老板的方法就是这样 比如说七点 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他 这个打电话 你不可以每个五分钟 打一个电话 那烦死了 是不是 你不可以说 打电话给你 来了没有 来了没有 你要有方法 里面有很多的理由 比如说今天那个讲师 特别 我已经介绍了你 他想要见你的面子 比如说不是去会议的 各种各样的会议 你要看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你要给他知道说 这场会议 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就放很多的价值 在这场会议上面 甚至要更了解的是 他的需求是什么 有了交情 你就要给他很多理由 可能 可能说 我帮你安排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special的 special的位置 那么迟到就没有了 你一定要找点到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给他感觉 一种感觉 是感觉到他不来 是千古罪人的感觉 给他感觉 如果他不来 他会害到你的感觉 他只是一个技巧 当然 但如果是不要运用到这种技巧的话 你是真正的 你真的要去做就好了 所以比如说 你是跟你这个顾客 或者是被要约的人来到说 这场会议 你会议前一定要先做好 跟他讲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骗你 你骗他来 就算给你骗成功了 他来了 看到的听到的 并不是他想要的 并不是你嘴巴讲的 他马上就离开 是不是啊 所以不管做什么 千万不要骗 哪怕到最后给你骗到了 给你成交的一套 他也绝对不是你的伙伴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 长期配合的一个伙伴 所以诚信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用技巧 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不过千万不要骗 因为一旦你骗 他就会中第三个问题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来的动作快点 这个 摔 喂 来了不听 有听吗 你们 有 谢谢你吗 来的 没有什么摄影 叫我 有听吗 跟自己一个赞出来 所以看只要汇钱你有做的好 你不是骗他来的 基本上来了他会停啊 当然你卖的时候 你不要卖得太过分 你不要跟他讲 哇今天这个抢时哦 他是改变整个资效件的这个历史哦 他成就的是怎样怎样哦 他一来到 你卖太过 他一来到看 也没有什么嘛 瘦瘦干赞这样 对不对 讲的东西也好像 没有什么嘛 你看你卖太过 他的预期值这么高的话 他一听他就会 只会看不好的地方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选择看五点的 是不是啊 所以有没有看五点 没有 不要脸是不是啊 没关系的 我的脸皮是死车祸的 所以排除这样 我们这里有很多会议 OPP领袖分享会 星际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 你要确保他来了要听 有很多东西你要做 你看比如说 一场会议我们讲两点 你不要两点才到啊 你更加不要迟到 趁这个机会 我也很想趁这个机会 跟赞助的每一位 去提醒一下 你看 迟到它是一种习惯 是不是啊 那迟到它基本上 对很多人来说 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 不过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领导人的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是想要成为别人想往的对象 我们这个行业是找别人做伙伴的对象 就是如果说时间观念没有办法去把它做好的话 有可能 他来的就不听了 因为听少了很多东西 因为为什么 通常会钱并不是在你家附近的那个会钱 你约了两点 比方说两点来这个地方 那个所谓的会钱 是在这个地方 你约他去那个地方的前面的 一个到两个小时 那个会钱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注意看Reway的办公室 都是很多咖啡厅 它是一个选办公室的一个首要的条件 那么Reway的办公室外面还有很多小小的椅 桌子还有很多椅子 就是让我们来做会钱 让领导人来做会钱的 所以 恐龙的故事你们都听过了 你看很多东西你们都听过 不过听了你有没有去用 你比如说你来 你的顾客你约他两点 他一点半来了 你两点才到 你想象一下他一个人坐在那边 那么下次你再约他他会来吗 会从里头锁了 是不是 他就会拆你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会议前 他是一种配合 比方说在那场会议 你组织的会议最大的是一个孔雀领队 孔雀领队收入高不高 高啊 你不要跟VVVV人比啊 跟前排的比 没办法比嘛 孔雀领队他一个月的收入是8万块 你市场上找一个来看看 没有吗 有不多 可是在地位里面 有几千个 很多 变成可能作为地位的一段时间过后 就会感觉说恐惧领队也没什么 但是在你自己本身的区块 你的组织 你自己本身可能是一个恐惧领队 你一定要趁这个机会 跟你的伙伴去把基本功设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汇钱 来确保他来了会听 不是来了不听 所以比如说 这个是你的恐惧领队 他最大是恐惧领队 那不管怎样 在会前一两个小时 全部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到恐惧领队的时候 你就要看到好像看到Saila像 看到Saila的时候是这样的 他领导 他领导 是不是 你给我拍照吗 差不多是这样 不要被命运的环境 可能你已经被 被捧化了 我们都觉得 恐惧领队的收入没什么 是恐惧领队的收入 不管你放在哪一个市场 哪怕是美国欧洲 他都是高收入 对不对 就算是放在日本 他也是高收入 那一个恐惧领队 你还如果是 我是他下线 你还跟他 有时候太熟了 讲话 讲话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尼密的 没有分大小的 那么这个情况 你带来的顾客 看到这个也是没什么 是不是 所以 我有参加过很多领导人的会议 很多领导人就很喜欢 帝奥他最大的领导 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帝奥老板 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的确值得我们帝奥的 他的确有做到 不过那一场 婚姻最大的是一个 口雀领队 那么 你提了他 大的 又没有提 这个口雀领队 那等于拿大的来压小的 那么明明是他最后 最后一个 一个完场 做closing的 那就完蛋了 没有办法closing的 没有自信心 没有closing 你的顾客看 他也看不到的 所以 以会议为主 只要这场会议 最大的是一个 孔雀领队 甚至是凤凰 是飞马 他就是最大 那么两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孔雀领队 最大那个就要有压力 因为你是做closing的 你是做总结的 你要有这个责任 你要有做准备 不要上舞台没有准备的 就直接上一趟 你要准备去做稿 去听领导人 我怎么谈 老板怎么谈 听了就学 练 把它练 那么每个时刻这样练 那么再加上这个 回钱的情况 每个看到你都是战战兢兢 然后会演吗 最好不要演 我们不要这么虚伪 是不是 只要你的收入没有比他高 只要我们就听他 不要讲听他 我们就以他closing的来做一个closing 不需要说可能不需要拍照 至少说去请教他 那么这个孔雀领队最大的可能好像 好像这里谈判过后帮助你的下线 你要帮助你下线去把力量换给他 那么他们可能去另外一个座子谈 他们这一座可能去另外一个座子谈 在第二里面那个官场 在第二里面那场会议 他至少 太过顾客太过被调整好 他进到一场会议 他就会停 那么他来了就会停 最怕是怎么 在整个会议的时候 你就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去外面抽烟 你要解吗 你看进进出出 进出出 整场会议 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人 我们都没有去尊重上会议的话 护客凭什么要听你的会议 同意吗 同意 所以都是以身作则 领导人先做好 黑衣人先做好 他就听了 所以在台湾以前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谁呀 一个31岁的毛毛小子 进来的一个三个月 我就被扭去台湾 什么都不懂 你觉得 这些所谓的 这些前辈 他是怎样看我的 他都觉得很厉害 迈的嘛 哇他是怎样 他来台湾 是来负责台湾的市场 我听完故后 我的脚就有点乱 因为我能够上舞台的 只有20分钟 我最常能够上20分钟 每次谈什么 谈故事啊 谈以前 以前走过的愿光路啊 谈被被看到什么 谈那些谈去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在台湾看的时候 早期的都是全部都是顾客 领导人一场一场会议40个 只有差不多七八个人是领导人 其他都是顾客 他们又不懂脉 我表现也不好 在舞台上我在谈 下面在睡觉 我很清楚记得有一个大叔 我永远都会记得他 因为我就是为了使他打开眼睛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场他都说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他又要做第一排 不要去做只有一排 他就是要做第一排 我的舞台也没有很好的 然后他听到想要听的 他是在给你八分哦 他听到想要听的 然后 哇 他给我很大的力量 我人生过程中我很感恩他 我真的很感恩他 就是为了使他开眼睛 哇 我就回到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就跟老板学 跟男同学 去偷学 去偷路去谈 就为了谈给他听 一个人 你看 这个就是过程 他来了 他有听吗 他没有听 他没有听 他也不想听 哎呀我是谁 所以以前在台湾 还会走捷径 还年轻不懂 我能够极限谈15分钟 20分钟 我就安排八个奖金上去 我通常最后一个嘛 是不是啊 不可以 站在舞台 我不可以输 绝对不可以输 演你要演出来 因为台湾领导人 他是想卖我 他是卖 哇这个年轻人 他了不起哦 虽然他年轻 不过是总公司 拍过来负责台湾 他是台湾负责人 我明明就是一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Security 可以拿着 台湾负责人 我站出来 对 我是台湾负责人 你讲出来 不可以输了 然后你就 讲出来了 你就要拼命 往这个地方追 因为 他顾客觉得 你这个理事才会负责人 他就把你定位在这个地方 他对你谈的 所谈出来的 有要求 如果你谈出来的东西 没有东西 没有内容 他就不停了 下一次也不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当天的会议的品质 必须要把它做好 要不然他来了 就不停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 感谢生命中的这样的人 每个时候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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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到一段时间 他眼睛终于打开了 对不对啊 练习到一段时间 我身为推并总监啊 练习到一段时间 我能够谈三天的 我能够谈三个小时的 练习到一段时间 不敢讲百分之百的人都在一起 不过 应该有听过你们 来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掌声 所以这个过程 还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每个时刻 你要去进步自己本身 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去进步 汇钱 所以下一场 比如说我们在米宝嘛 是不是啊 有趣吗 几点 两点 早一点到 早一点到 跟你的领导人拍照 去请教他一些问题 那过程中 在有一个会后 通常这样的会议 它就是一个成功的会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会议 有的人成交 有很多的伙伴加入 有的会议 你带一百个人来 一百个人都不加入 的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趁这个机会把它做好 好不好 那么 当你把这个所有的做好的时候 他会不会马上做 等久久 等久久 所以第四关就来了 听了不做 听了不做 这是第四关 好了 我们先不要讲听了不做 还没有做之前 他得先买 是不是 还没有做之前 他得先买 听了不买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老实说 如果刚才我讲的三个过程 这个难关 你真的有去磨练 有去练习 有去做的话 很难他不成交 你问不信我 你问在座的大领导 有的领导人 他的成交功率是百分之一百人公布 来一个中一个 来一个中一个 都是练习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最重要的关键 比如说这场会议结束以后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都有在做的 就是会后 会后的过程 你看整个过程 整个会议的整个过程 包括会议结束以后 你都要提前 提你的顾客 或者是你的新人 去安排好所有的一切 因为你所想要的结果 它不会偶然之间发生的 比方说 在10月1号 整个过程 都是要提前安排好的 包括会后 包括10月2号 所有的安排 每一个细节 都必须要安排好 那么只要安排好 他会买 会做的几率就很高 所以这是为什么 拼了不做的原因 就是主要是没有去做的话 那么你觉得一个人 要跟你成交的时候 比如说这里有个顾客 我带他来参加会议 听完 会前 会中做好 会后也有做 他会不会马上买 会并的 按照真实的统计 真实的统计 所以一个顾客 要跟你买这个产品 不管他是任何产品 都好 你最少 要见他六到七次以上 因为他真正的成交 就在第六次第七次 所以不要说买了 不要说他参加完会议过后 你就放他离开 更加不要他拒绝你过后 你就直接放弃 我一开始跟你们讲过 我就是在那边等很久 都等不到有人来 来成交我 我可以帮他买一百万的保险 等他等来等去等不到 不能讲完这个 会不会很多人来找买包钱 欢迎的 我欢迎的 如果你来找我 我就是在你过程中 看你看我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每个时刻要去 要去记住 去follow up follow up不要给人家一种 很厌烦的感觉 不要每次烦他 每次烦他 要做到 没有味道 无声无色无味 可能你经过那个地方 真的是经过你要有姿态 你是经过那个地方 顺便去看他 这种情况 如果他有商店最好 他跑不掉 Andy就专用这一招了 他跑不掉 其实他的道理一通 你后面完全就是通了 就是这样 简单的事情一直同步做 我就是这样进来的 四年 刚才我讲的 Jacky让我进来是四年了 我跟他关系是非常好的 好到 好到我太了解他 因为Jacky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以前 以前啊 现在不单纯了 现在 他很容易被骗 很容易相信朋友 很有义气 很有义气 所以很单纯 通常都是我帮他 过滤东西啊以前 很多人以前 那个年代 十九二十年前 很多money game的 他每次都跟我讲 哇这个好这个好 每次都被骗 所以我对他是 当时是 觉得说 你没有 他不会骗我 不过他会被人家骗 他被人家骗就是 我被人家骗嘛 因为我有时候 会支持他的话 就是他又被骗 那我就是 一起被骗了 所以这种情况 所以只要他跟我讲 有好康 我一定过滤的 通常都比较虚语 说 你成功 你成功过后 成功过后再来找我 没有想到 他这一次的好康 背后是打斗我 是reway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鬼之道别 你那时候十多年前 也不知道reway能够做得多大 那么我那时候 从菲律宾工作 在菲律宾工作 每次回来 他们一定来载我 去机场 包吃 包车 包运输 包送 包税 不是那么税啊 我曾经 年轻的时候 在他家住了 差不多两年多了 就是那种过程 那每一次我都拒绝他 每一次我都拒绝他 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放进的 偶尔偶尔 打一通电话来关心一下 也不留痕迹 就说 ok 我就讲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个了 直下我是不会做的 你要来菲律宾跟我一起做 我在菲律宾做得不错 那时候 以为不错了 每个月一万多块 麻痹 十多年前算不错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 约定 我们的约定 我是二十多岁认识 我十多岁认识他 二十多岁 我们分道两票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 你成功了 你来找我 我成功了 我来找你 你有好看 你来找我 我有好看 我来找你 那么那时候我就跟他 其实我的好看是比他更高的 他那时候的工资一千多 好看个屁啊 是不是 我的股市四多千 肯定是好看嘛 我说 来菲律宾 一起 我们一起 fight 那个我在菲律宾的工作 牵涉数学 他讲他数学不好 他讲不要 他就讲 是非常好 我就是推很多的影片 什么给我看 我看的多也没有什么 然后一年我其实当初是回马来西亚一次 不过每一次我回去 就一定看到他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目的 应该是没有目的 因为他推荐过 就没有多一点钱 他没有 没有sponsor 没有sponsor奖金的 他没有development 没有对控的 所以 我没有怀疑过他 我只是担心他没smoke而已 我觉得我做到很单纯的一个人 当初 当初 很担心他被骗 所以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我就不讲这么细了 到最后 我加入了 到最后 我承诺了 所以感谢你们 所以他 有着人 坚持在一个朋友身上 他可以花十年时间 没有任何的利益的 挂钩 所以做朋友 所以做朋友 尤其可能 可能在我们的 直销商身上 包括 做朋友 不要太过的利益 你抱着一个目的 想要赚他钱 人家感觉得到 人家知道 人家不傻 市场是有经验的 慢慢的 他也面对难关的时候 你出手 他面对难题的时候 你出手 身边很多啊 那么有可能 你的一个坚持 改变了人的一生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是不是啊 再一次见你们的掌声 给谁听 所以 做了 听了不做 其实就是 你有没有坚持啊 对不对 只要你有坚持去follow up 不可能不做的 不要这样现实说 你不做 你不来 我们就没有朋友做 不要这样 好吗 建立更多的人脉 好不好 好了 那么有做的话 就包成功吗 包上包海 没有包上包海的 做了 不长久 做了不长久 为什么做了会不长久呢 在reway 加入了 他就能够百分之百成功吗 是不是 不是的 就算你加入reway 给你再好的一切 你不努力 你不学习 你不走过这个八大关 你也不能够成功 是不是啊 你不能够成功 所以今天讲的前面的 是 约了人 约了人不来 来了不听 听了不做 约不到人 约了不来 来了不听 听了不做 单单这四关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跨过这四关 那么你绝对做不长久 同意吗 你要做得长久 你要先具备和定位自己本身 是一个领导人 你才能够做得长久啊 因为别人都在看你 很多情况 你看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是ABC法则 比如说我的上线是MD 我一直低奥一直低奥 MD是多付出 多贡献 多基敌 多正面 多有能量 多有热情的一个人 是不是ABC法则都在低奥自己本身上线 你看 你越低奥 他越厉害 你自己越做不到 他就反而把你压力了 同意吗 因为你的人 你身边的人 是要跟你 不是跟他 他在看的是你 MD的可能是一个例子 我们借着他的力量 你一直这样低奥 一直这样低奥 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定位成为那个领导人 所以 做了不长久 很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可能你自己本身 没有定位成为那个领导人 我们这个关系 不但只要过大概那四关 你还要练习舞台 讲是很容易的 刚才讲的练习舞台 你试看 不要讲这么高 面对这么多人的 卖到这么凶的 你试试看上公司的舞台 会不会害怕 会害怕的 你看单单有的人 不喜欢上舞台 可能淘汰了一票的 是不是啊 有的人不敢去交更多的朋友 不敢去认识更多的朋友 又淘汰了一些人 所以你要经过这一关 你必须要一关一关过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定位自己本身成为那个领导人 因为 你不是只要做一次的生意 是不是啊 所以很多 学习不难的 以我的心路里程走过来 不难的 你只需要 学 有没有人教 大法 以前也是有人教 不过有时候真正的 厉害的是要偷学回来 以前 大多老板 做 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一个心目的方面 又不敢靠近 把那个眼神看过来 我就 敢加入三个月吗 四个月 是不是啊 什么都不懂 不懂什么是成功 不懂什么是积极 不懂什么是目标 因为我学校没有人教我 我学校有人教我数学 有人教我历史 有人教我艺 有人教我高速 没有人教我成功 没有人教我目标 我不懂 我第一次听 积极 什么是积极啊 没有听过 他们这样听 看他们的展现 又想 大话不敢大 他们大话的时候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不敢听 他们之间好像很愉快的环境 一直融入不进去 所以你要融入这些成功人的环境 各位 你要学 你要学习 不要等上线来找你 你想象一下 在桌底下有整个团队是一个最大的团队 这么多人都要帮谁 他要帮你的时候 为什么是你 你比别人积极吗 你比别人 你比别人态度好吗 是不是 我们自己本身 要有一个想法的定位 我以前 很多竞争对手啊 这么多人要帮 为什么他都要帮我 交情是低 肯定要有的 那么还有很多 更别是development 都是交情的 是不是啊 都是很好的交情的 为什么是我 肯定有 我有我的优点的存在 他都肯定 这个效果肯定 比较能够积极一点点 都不看问题的 很努力 那么一直在做 没有什么睡觉的 没有什么睡觉是因为他 他也没有睡觉 不敢睡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成功 想要得到领导人的关注 先改变自己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够想要 你不看问题 你积极有目标 我告诉你 大把人想要让你成功 大把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能不能够靠近你的上限多一点点 能不能够下定决心改变 如果你正想要启动 正想要经营这个事业 你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看你 你讲到这么好 你讲到这个环境这么好 你改变了吗 如果还是回到家还是坏脾气 还是那个 看问题的人 还是那个消极的人 你讲越多积极正面的话 那也是一个虚伟的表现 同意吗 所以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 打从内心里面的一个看变 那么当你有这个改变的话 所有的问题 什么reway的 什么资效的八大观 不止一提 对男生不难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时刻做资效 很多人觉得说reway好像学校 叫那个原因 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改变的 从根本性的态度上改变 我们带着这个人生六大目标 这个六个logo它都是白色而已 我们要真正的去做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样好的平台 不要跟他擦肩而过 好不好 所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最短的时间你必须要赚钱啊各位 做了不长久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赚钱嘛 有的人很积极的 他对对什么都是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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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一个月不赚钱 两个月不赚钱 三个月半年一年不赚钱 他还能积极下去吗 所以回归到一个很现实的基本面 你还是必须要赚钱 想尽办法 不过老实说 刚才讲从第一关到第四关 真的有这样去做 去争取上限的资源 尤其现在南亚 我们已经开始了 是不是啊 从六月我们已经重新启动了 市场上有很多声音回来了 包括我的姐姐 从来都是一个家庭主妇 有一天跑来问我 他讲 家卉啊 叫我华一鸣家卉 你们公司最近在做什么 我说什么事 他讲我很多朋友啊 他讲穿到很多黑衣人 已经出洞了耶 我说以前没有黑衣人 他说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 现在他们讲到全部黑衣人出洞了耶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我一听 我就跟他讲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 越来证明给市场看 所以不存在你不赚钱 只要你认真的学习 接下来培训部还会给培训 公司的会已经存在了 培训部的培训会到 领导人有目标 我们有很大的目标 10月1号有9万人的一场比较大会 10月1号泰国的领袖培训会 也是几万人的 我们会来的 所以不可能接下来做不长久 你不赚钱 你就要想办法 如果说一个月不赚钱 你都不可以允许自己本身一个月不赚钱 这是老板对于每一个领导人的要求 如果没办法 想不到办法找你的上限 真的想不到办法找发展部 真的想不到办法找我 我们聊一下 我们跟主族对他聊一下 到底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使你跟着成功 对不对呀 所以做了不长久 我们不可以让它发生在日月 好不好 不过不管怎样 它是讲很轻松 接下来我们要共同的走过这一关 当你做了长久了 长久又不成功 这么麻烦 那边长久了还要成功 长久了就成功了 对不对 长久不成功 当然 刚才所说的长久是 比较定义在现实面的前经济上的 还有学习上的东西 态度上的东西 这里长久不成功 就要看人对于成功有什么定义 什么是成功 是赚到很多钱就成功吗 不是的 所以我们对于成功有很多的定义 到底什么是成功 这个是我们共同需要去探讨的 也不需要探讨的 只要你别上这个病 我个人觉得 只要你达到人生六大目标 你就成功了 是不是啊 我刚才所说的经济它是一个讨量 相信我 我从泥堆爬起来 有钱 不是没有钱 是负债 没钱 没钱还要低一点的叫负债 我是没钱低一点的负债 再低一点的 不单是负债 还被别人家负债 因为走主 年轻的时候做错很多事情 所以下一场 再以保 我会跟你们说 怎样能够整个过程 爬到今天这个过程 下一场我的主题叫改变 随便卖一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要从这里 爬到没有钱到开始 有一点钱到开始 现在算是有一点更多的钱 这整个过程它 它只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这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什么 我很清楚知道 这个过程的感受是怎样的 因为我走过的道路 并不是每个人能够走 并不是每个人都走过这样的道路 所以整个过程 除非你没有烂 我没有办法讲到 我 比我烂的 不多 下一场14号在以保 刚好在以保 自己的故乡 可能讲出来比较有感触 我们以保在打 不过关键不是这个 关键是 经济上有钱没钱 很重要 有钱的人愿有钱 并不是他们用钱去赚钱回来 有钱的人愿有钱 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 某一些态度是有钱 他们懂得怎样去用钱 他们懂得怎样去赚钱 里面的关键 所以在reway 你不需要担心 赚不到钱呢 所以怕你不想要 我们怕你不想要成功 我们怕你不够力量 做一场九万人的表达给你 我们怕你力量不够 怕你教育不够 下一场的军政第二篇 今天请了所有的厉害的讲师 谁在这里 Andy在这边 Joe在这边 给他们一个掌声 你今天要听他们的演讲 我告诉你 你听 可能一面的 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 参数不改变你的日子 就是怕说我们的领导人 听不到 所以reway 所以这样的公司 想尽办法 希望你赚钱 做所有的一切 就是为了使我们的领导人成功 所以在这里赚不到钱 真的 唉 说不过去啊各位 不然你找到一个 更好的公司 给我看一下 很难的 要有一个这么肯贡献 和付出的公司 市场上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稀少 所以有时候 就算哪怕是我们身在瑞维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珍惜 就好像我在最高峰封印 跟很多大领导说 我说轻描淡写 公司 给这个什么reinverse 是给很多的津贴 整百辆飞机 从包飞机 从国外飞到来 吉隆坡 除了领导人的付出 公司的付出 全部都是千门数字 国外飞台过来 我打一个discount 一百万 一百万是很谦虚的 可能我讲一百万 你讲明 你讲什么一百万 两百万好不好 看地方 不过哪一个平均值 一百万一台 一百台多少钱 一个亿 对不对 单单这个东西 公司跟领导人 是同一个方向 贡献在自己的团队 一个亿 天文数字 就想要说 创造一个很大的故事和画面 去激发任何人 使我们想要成功 在哪里能够找掉的公司 各位 找不到 当天你来到吉隆坡 整个吉隆坡 附近那边都会瘫痪 千多两巴士 没办法进 所以你们还要想尽办法 把你们的东西做好 怎样去照顾到 顾客领导人的每一个过程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那么等下我们到这边 会来跟你们谈一下 你找不到 这里前面的领导人 基本上 都是做千万 豪宅的 千万级别的豪宅 有些是三千万级别 因为在新加坡 要退休马上可以退休 不过 没有一个退休 一讲说 我们有一场这样的会议 那么能够聚集更多的人 来帮助更多的人成功 马上全部来到 来到这个会场 塞车中秋节 不吸气大家 就为了来到这里 让你们听到一点东西 真的借助你们掌声给他们 找不到啦 所以很难在这里不赚钱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想办法 有人伸手给你 一个手把长太不小 我们合作 我们配合 给 reway一个机会 给你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啊 好 当然不要讲到 其实很现实 都讲钱钱钱钱 并不是只是钱 人生六大目标 还有六个目标 想办法让自己更健康 老板已经start了 这位 你有看到他瘦了吗 他再瘦一点 他就来找你们了 了解他那里不能懂 还需要吗 不需要啦 哪里还需要这么辛苦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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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做一个例子 来告诉所有的领导人 健康 它是很重要的 做一个领导人 就是应该要做 让自己更有力 更有活力一点点 所以我不敢想象到 那个过程 无糖无油 那过程 我觉得这是不需要 还需要出来 做领袖分享会 还需要出来学生回应 不需要啦 出钱出力 以身作折 舞台的 买家的 全部 都以身做着做个领导人 看 你全世界找一个这样的老板 给我看 没有 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给我们老板一个赞 所以提醒了 健康是很重要的 不要每次宵夜 吃到三斤半夜 炸鸡啊 这个吃这个吃 一直吃一直吃 我们做健康产业的 对不对 不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点 对 如果脚有问题 多多一点运动 不要多多这样 是不是 很容易的收下来 你看我就知道了 你要收下来 要收得健康啊 当然非常容易的 少一点糖 少一点油 少一点盐 你运动都不用做 少糖少盐少油 马上收 一个月五公斤 你知道吗 试试看 少糖少盐少油 会不会健康一点 健康 健康 趁这样的氛围 提醒一下自己本身 健康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然的话 长久不成功 给你再多的钱 你没有健康完蛋 是不是啊 所以提醒一下 非常常有这样的会议的 包括OPP OPP就是一个最好的提醒 最怕你每个礼拜 每天都有OPP 然后你影响 顾客影响我们的 下线很重要 自己自己健康 没有健康 千万不要讲 我们只要做一个标杆 做一个例子 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六大目标还有什么 积极 思想越来越积极的 那么精神上的目标 你有什么宗教信仰 你自己的选择 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比自己大 人才会比较谦虚 是不是啊 人才会比较谦虚 社交 刚才已经讲了 社交是一个 不管任何一个时刻 我们都要建立很好的交情 跟身边的人 把关系做好 尤其我们的伙伴 不是现实 因为你想看 再因为你真的是在这个市场上 打拼的话 有可能你跟你的伙伴 一天打拼12个小时 不是啊 你回家睡觉八个小时 四个小时 跟你的家人相处 有的人这里 已经做了十年十五年的 也就是说 有很大部分的时间 你跟你伙伴相处的时间 反而更长 是不是啊 所以要珍惜这样的免分 不要一点问题 然后去指责埋怨 不要一点利益上的问题 那不然你讲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看我们有了 去珍惜这样的免分 配合一下 它本来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管理 你这里心胸有多宽阔 你的组织就有多大 我们时常在费训会都有谈到了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要 我们在这里要成功 想要胜利 日胜之道的胜利的原因 就是想要我们想要幸福快乐 同意吧 不要在这个过程中 吃不下 吃不着 吃不着 身体不健康 然后给你再多的钱 你也是不成功 所以珍惜一下我们身边的伙伴 那么更不要讲家人 各位 家人重要吗 更加的重要 所以刚才我们这么容易打拼的 我们这么长时间在外面打拼的 回到家的时候 手机放一盘 不要时常在那边刮手机 把欢乐带回家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趁这个氛围 我要提醒在中的每一位 你看 作为一个立位人 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 市场上的问题 组织的难题 人性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人性的 看到人性的这方面 我们的成长 会不会比外面一般上的人坏 会不会 会 所以你想象一下 你在前面积极正面 你的老婆和老公又不懂你在做什么 在后面支持你 他也不懂积极正面 有时候你成功过后 你会说 看为什么 可能 对于我们身边的伙伴 我们觉得说 为什么他还这么消极 回头一看 为什么你的老婆这么消极 为什么老公这么消极 千万不要这样看 你要想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市场上 他们如果是一个家庭主护 如果只是待在家 待在家里 或者是一个 在一个商店里面 等顾客来卖东西的 他个人的成长是 非常缓慢的 不是说我要攻击他们 不是三支架 因为我们的成长都从问题中来 是不是啊 我们的成长都从问题中来 所以当你在市场上越多 越面对越多问题 当你成长越快的时候 有时候 要拉拔一下 可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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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领导的选择 把不用反 直接把 家里的老婆老公一起做 不想反 因为共同成长嘛 是不是啊 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共同成长 你要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意识 你要回去 想办法使他跟你同步成长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一段时间过后 就会有代工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 失败的例子 所以我失败了 所以趁这个机会 当初什么回事都不懂 一直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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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共同的话题 你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有共同的话题 你才真正的家庭幸福快乐 达到人生又大目标 对不对 所以长久又成 长久不成功 成功 不长久 下一个 长久不成功 成功不长久 又来 很乱哦这样 会不会很乱 不会乱的 成功不长久的原因在哪里呢 OK 为什么成功不长久 成功了 人生又大目标了 有钱了 不过他不长久 为什么 因为你变了 很多人很多情况就是这样 当你成功过后 你改变了 所以很多人成功是这样 比如说以前我很喜欢吃一件一滩面 它的料都是handmade的 很足的 很好吃的 市场上我是医保人 我医保的食物是No.1的 对我来说啦 非常好吃 你去新加坡你会找到很多医保的厨师在里面 非常好吃 这一滩比它的好吃程度在一个Hocker Center里面 就是一个我们讲的restaurant里面 茶餐厅里面的一个小摊子 你没办法想象排哦 最少要排二三十个 我每次都是排 每次都排 每次都排 就是为了吃它的 礼物饭的 有料的handmade 和粉面 很好吃 全家人都喜欢吃 我们可以吃这个 这个蛋啊 每一餐的晚餐 吃了三个月 每一餐都是这个 你可以想想多好吃吗 非常好吃 那时候还没有吃素 非常喜欢吃 那有一天 不懂什么时候 偶然就在去吃的时候 去慢慢慢慢回来吃 味道不一样 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再问问问 它的材料已经转了 就是我们讲的偷工尖料 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了 市场上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我有时候很好奇 它因为这个好的东西 因为这个 真材实料做大了 生意很好 为什么这么笨 去偷工尖料呢 很奇怪 在台湾也是一样 我很喜欢喝一个甘蔗水 每天喝 喝到差一点糖尿病了 每天喝两杯 它的甘蔗水 就会唱刘成枝 名字我就不要讲什么 不要攻击到别人 非常好的 纯纯的 跟马来西亚那种 淡淡的 完全不一样的 每天喝两杯 然后一段时间后 每天点点点 一段时间后 它的卖点是它不掺水 它就算你讲不要冰 它也是满满一杯大大杯 一杯大概15块麻痹 很好喝 很好喝 我就是请这个 请那个管理员 每天请他们喝 这个 糖尿病一起中 哈哈哈哈 每天请他喝 一段时间后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那么 给他多一次机会 两次三次过 还是没有味道 为什么 餐水 脱工尖料 从那天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就不再喝你了 是不是啊 所以相同的 相同的 情况 各位 我们做这个行业 是不是投资在人身上 投资在组织 我们使它成功 支持它 支援它 累积了财富 那么 开始有钱了 很难说的 就会变了 是不是啊 会的 有的情况就是会这样 那么可能换去 没有继续的贡献了 那么组织 它不是成长 它就会缩 这很正常的 它永远不会停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 除非你 除非你至少说 栽培到一个跟你一样的 那么共同一起去贡献 持续去贡献 到reway 你可以想一下 今天如果说reway变了 老板讲 十万 什么八万九万人 做个五千人就好了 请什么鬼明星 叫Ted来唱就可以了 你还对它有信心吗 没有的 不是的 我们对reway有信心 是它越做越大 越贡献越多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才能够 占据整个世界 整个市场 所以相同的 公司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给与伙伴也是相同 当然我不是叫你 一支无支禁的给给给给给 给它全部 不是的 还是有一些方法 因为你给再多 有时候它麻木的 它反而不敢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怎么给 基本上 你可以从老板身上学 你可以从领导人身上学很多 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不过不管怎样 不要去改变 我们莫忘初心 莫忘初心 莫忘初心 方得始终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 趁这个机会 我们互相提醒一下 今天我们东山再起 我们再来一次 大成功过后 我们想尽办法 帮助个个人 我个人最喜欢 直消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能够 动到别人的生命 我最喜欢 最喜欢 最喜欢 就是这句话 可能跟我的过程都关了 所以市场上很多 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戚 有很多 就等你的帮助 所以动到他身边 他这个人生就改变了 所以成功过后 我们的能力越强 我们的财力越强 我们应该帮助更多的人 这是因为一直坚持到今天 所以前面的领导人 已经做给你们看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维持的 好吧 好吧 基本上如果说做到这些点的话 你很难不成功啊 有没有 有没有漏了 没有漏 长久不成功 长久 成功又长久 这个主题真的是 谁他就有点乱咯 成功又长久 当然前面的七关过完过后 你成功又长久了 是不是啊 这个基本上不可以说 他是一个关卡 不过你前面已经做到了全部 你又没有变 没有忘记初心的话 你肯定成功了 家庭快乐 住进大洋旁里面 好像周江他的汽车 他的他的梦想车 一直一直很多别人的梦想 就放在他家里门口 当然这是他的梦想 是不是啊 家庭幸福 住洋旁 坐大汽车 妹的组织 打 也是住洋族 有钱 开老师来师 是不是啊 成功吗 成功 长久 又成功 成功又长久 好像 好像小白白将军 送一两 甚至送一两 法拉利给他老婆 是Less 让人家羡慕自己恨 好 就在给他们一个掌声 所以 基本上如果真的做到这所有的一切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reway想要给你们了 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也见证过很多 虽然说 人满 他不是只是改变 他不是只是现在这个过程 他是整个人生过程 你看比如说我是一个懒惰 我真的是一个很懒惰的人过去 非常懒惰 因为有目标 我设置了一个目标 有力量我去奋斗去努力 当我达到那个目标以后 各位我的懒惰会回来找我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状况 那么不管我们的缺点有很多啊 所以 他是改变了整个人生过程 这个不可以讲太多 下一场跟你们讲 好不好 所以直销八大关这些关卡 希望 在座的每一位真的能够 听到点东西 那么做好心理准备 那么 最短的时间经过这八大关 那么肯定的 在未来你的组织 千人是一个小事情 肯定的你的组织是万人 永续的收入 包括得到别人的尊重 今天小弟我分享到这边 希望小弟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们 谢谢 祝福你们 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黑心统建 接下来我们的黑心统建 接下来我们的黑心统建